人生感悟解读生命的意义 态度决定一切 培养一种凡事都可为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你听过两个推销员被派往非洲去卖鞋的故事吗 其中一个推销员在派回公司的电报上写道 立即返回 这里没有人穿鞋 另一个则写道 绝佳机会将能卖出一百万双 因为这儿还没有人有鞋子 当你看到半杯水时 你会怎么形容它 是一杯半满的水 还是一杯剩下一半的水 当想到交通标志时 事先想到红灯 这是绿灯 小心点 你的人生态度就再次表现出来 记住 一个乐观的人当鞋子磨破时 仅会觉得更脚踏实地 我曾听过一个很好的故事 在大战期间 一个住在东部的新婚妻子 随先生住房加州 住在靠近沙漠的营区里 营区里生活条件很差 先生是不想让太太跟着吃苦的 但是太太坚持一定要跟他去 他们只找到了一间靠近印第安村落旁的小木屋 白天那里气温闷热难耐 连阴凉一点的地方都有四十多度 风又总是一年到头呼呼地吹个不停 把尘土弄得到处都是 旁边住的全是一些档次很低 不懂英语的印第安人 漫漫长日极其无聊 态度决定一切 一日 他的丈夫必须外出两周参加部队的演习 剩下他一个人在家 更是寂寞之志 于是 他写信给母亲说他要回家 母亲很快回信给他 信中写道 有两名囚犯从狱中眺望窗外 一个看到的是泥巴 一个看到的是星星 他看了再看母亲所写的话 觉得很惭愧 好吧 他想 我就去找那星星吧 于是他走出屋外 和临近印第安人交朋友 并请他们教他如何知东西和智陶 刚开始彼此还有点生疏 但是当他们了解到 他真的是对这些有兴趣时 他们也真诚相待 他因此迷上了印第安文化 历史 语言及所有印第安人的事物 不仅如此 他还开始研究起沙漠来了 很快的 沙漠也从荒凉之地 摇身一变成为一处神奇久利的地方 最后他成了沙漠专家 还写了一本有关沙漠的书 是什么改变了呢 绝不是沙漠或是印第安人 只是他的态度转变 才能化逆境为顺境而已 美国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连詹姆斯曾经说过 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发现是 人类可以经由改变态度 而改变自己的生命 与朋友们共勉 感谢你们的陪伴